高環直 口味濃郁的創意韓式料理 烤一烤 喝杯烤酒沙冰 華南深圳獨家 一米牛大腸 成半個人那麼高 長過手臂的豪華牛骨水煎飯 89元 夠了一家大小吃了 當然還有炭烤各款精選肉類 在介紹之前請你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加藍 由福田口岸出發 搭10號線 到江夏站D出口 就來到大家熟悉的卓越In Town商場 今天介紹的餐廳位於名創優品附近 餐廳名叫做菜板烤牛內臟專門店 我們今天單點了各款的招牌菜介紹給你們 首先一坐下就有一些任食的前菜 這間餐廳是用臂腸炭來烤肉的 臂腸炭就稱為炭中黑金 聽說可以迅速鎖住肉類的水分 很多高級的烤肉餐廳都會用臂腸炭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間餐廳的招牌菜 是華南深圳獨家的菜式 叫做一米牛大腸89元 首先不要說好不好吃 只是洗這條腸 相信也需要很多的工夫 才可以洗到好像它現在那麼乾淨 店員介紹的時候 叫我們先吃完味 不用點任何醬料 他說首先感受一下牛大腸入面的油脂 滿而不利 和那個腸壁軟而不韌的感覺 多厲害 然後就試試點一些烤肉汁 就可以感受到它多汁奶香爆出來的油脂 最後試試點那個手工乾料 體驗堅果鹹香和油脂融合的感覺 嘩這次的形容詞厲害了吧 然後我第一次喝這個冰烤燒酒 在底部烤一烤它 就可以立即變成沙冰了 碰完真的很認真 真的拿取出來烤 有點像平時我喜歡喝那個真露 這個是另一個牌子的燒酒 也是韓國牌子來的 但是變成沙冰這樣喝 真的是第一次 這個挺有趣 又是一些新產品介紹給大家 連我這麼喜歡喝韓國燒酒的人 都不知道有這個產品 豪華牛骨水煎飯 89元有一大盤 只是這個牛骨水也長過手臂 店員用火槍燒一燒牛骨水之餘 整個飯要在炭上再烤 只是儀式感都弄很久 這個飯底都爛了 89元 他把牛骨水刮在飯裡拌勻 飯裡面大家看到超多配料 除了有隻很漂亮的蛋外 還有一些肉碎 有些不同的配料 有些韓國的泡菜 拌勻一起吃 底部也吃到有一點點焦香 有一點點飯焦的感覺 又不算是太多 總之就是淡淡都是邪惡的感覺 超多配料 橫切口牛鱉 128元 這個是用了一些精選的 雪花牛鱉筋的部位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花紋是這麼漂亮 因為是一個雪花牛鱉 還有師傅真的很刀工 他可以把牛鱉切得這麼漂亮 整條蛋弓 難怪叫做橫切牛鱉 店員也燒得很漂亮 這裡全程每一台都有專人幫你烤肉 無論是冰烤燒酒 或者做任何一個菜品 都有店員服務 還有收拾桌子收拾得很快 我有一點點塞紙巾放在這裡 他都會馬上收走 收碟也收得很快 烤牛鱉的時候 店員已經準備了一些檸檬 鹽和黑椒 可以讓你吃的時候點來吃 每一款的菜品 他都會教你怎樣吃 每一個肉類 好像剛才牛腸一樣 他都有介紹和點哪一個醬料 所以這裡感覺上都挺高級的感覺 極品特選牛排王 158元 他是一個大骨的雪花牛小排 用了新鮮的秋月梨 和甘肅富士蘋果醃製的醬汁 店員可以令肉質更鮮嫩和多汁 我都蠻喜歡吃這個牛小排 特別是它的骨 最後會燒牛骨給你 邊位都會幫你剪 最棒的就是這一塊 整塊之中的極品就是那塊骨 店員推介 這個是要點那個烤肉汁來吃 我現在鏡頭最左邊點那個 其實我也有點選擇困難 所以店員推介我點哪個醬汁就最好了 芝士火山烘蛋 39元的芝士多到漏出來 整個面都是芝士 怪不得說像火山 直接爆出來 我搓的時候 你一搓上面 然後其他的芝士醬 芝士汁就留在下面 每一口一口都是芝士 如果不叫剛才的煎飯 就這樣加個白飯 然後拌這個蛋 加多一塊烤肉 已經是非常之正 我之後試試加些泡菜 夾在一起吃 也很棒 這個蛋 小朋友來一定是非常之開心 39元 招牌紅油冰冷麵 36元 大家要留意 那隻碗真的是一個冰碗 不同平時的戲名 整個碗真的是冰 令到你整碗麵超冰凍 因為我拍攝比較慢 我怕冰碗會溶 所以我之後就換了一隻銀色的碗 都可以保持到冷凍 這裡每個菜品都很認真 做得很細緻 36元的麵 他都給了這麼多儀式 大家不要以為很辣 這個麵是完全不辣的 是番茄來的 炭烤厚切大皮豬五花 58元而已 只是看它燒也值得 我第一次看到豬五花 他會把它剪掉 剪掉一條條 其實燒的人是更難燒得熟的 難燒得漂亮 平時是整條過 就會比較燒得久一點 他現在真的要控制著每一塊烤肉 最重要是那個豬皮 那個豬皮一捲起來 是非常難烤 店員很有經驗 他真的夾著那塊肉 故意烤那個皮 因為你豬五花 如果皮不好吃 就會很膩 軟軟軟的 他現在是把皮 烤得很脆身 硬脆的 不是烤到燒尾當那種燒肉的脆皮 它是韓國燒烤的脆豬五花 如果大家有吃韓國燒烤 就會知道 皮烤得有一點點硬 加上肉很汁 吃起來很好吃 特別是包生菜 包紫蘇葉 而現在鏡頭 我包著那塊葉 就是軟身 有一點醋味酸酸的感覺 包起來就不會太膩 但我最欣賞 都是他這裡的紫蘇葉 是超大塊 而且很乾淨 大家看一下 是手掌那麼大塊的紫蘇葉 很棒 如果你拿生菜來給 他真的會隨時大塊生菜 這個豬五花我覺得是必點 只用來包製的配料 都已經值得了 58元就是單點價錢 而且有專人為你烤賣 好了 先介紹一些新派菜式給大家 這個是超龍榴槤芝士年糕 69元 拉起的時候還有拉絲 但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焦香土豆牛肉餅 56元 店員在你面前 就把一塊很大的芝士 在你面前磨碎下去 這個牛肉餅 不是像平時Pizza 那樣軟軟軟的煎餅 這個是比較硬身 有一點脆口 每一口都有那個芝士香 我吃不完 又半個打包了回家 拿回微波爐丁回來吃 一樣是這麼棒 這個 我覺得是像烤餅 不是Pizza那種 是像烤餅 我這一餐有很多菜式 都是第一次吃的 還有這個以下下來介紹的 蜂巢首釀糯米酒 68元 很有意識感 真是整盒蜂蜜 拿出來 本身的糯米酒已經釀好了 再加多一塊蜂蜜 一起喝的 68元 我喝的時候 又不覺得非常甜 還有酒精度數很低 我覺得這個可以拿來做甜品 所以我就放在片段的最尾介紹給大家 也挺特別 這個拿來做甜品 那個蜂巢也挺好吃的 菜品就全部介紹完了 最後看回來 講客福利 到店可以免費領取一份小甜品 可以選凍理 或者黑巧力大福 或者是冰糖葫蘆一份 除了今天來這間卓越In Town的分店之外 其實回臨卓越會三樓也有另一間分店 那邊就更多大桌子的選擇 今天介紹的卓越In Town分店 多提大家一次 由福田口岸出發 乘地鐵10號線 剛下站 D出口下車 走大約5分鐘左右 就可以來到這個商場 臨走之前 請你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貨加藍 下次見 打開